泰国水患慈激仍勘灾池源 双手送上生活物资 除此之外 洗肾用的注射液目前极度欠缺 慈激基金会与泰国卫生部门邮件密集往返后 确认了洗肾液的成分规格 并且在台湾寻找符合产品需求的制药厂 今天1万多瓶 147公吨的洗肾液开始装柜 预定12月2号出货 运往泰国进行医疗援助 泰国水患到现在近三四个月 慈激艾的援助持续进行 起重季来来回回运货专柜 慈激第二T次医疗物资捐助 这次总共有一万一千瓶的洗肾液 为了找寻符合需求的浓度和成分 新电磁院几乎全动员四处探寻 包括圣诞科的医师 也包括这次有去有一位黄俊人黄主任 包括采购的总物 包括我包括祖秘 其实很多人可以帮忙的都在中间帮忙 尽管过程不简单 人人却是共同一念 全力以赴 听起来这么曲折 不过其实我们是很加紧速度的 包括有一些许可的部分 是不是要经过卫生署的同意 办文件等等 其实我们都是用加快速度的方法 当知道药品是用在国际援助 厂商加紧赶工 因为感同身受灾民的苦 尤其又是病痛缠身 第一次接触这样的一个 这个国际爱心的接力的合作 所以我们也是觉得应该紧急配合 所以很多单我们都是尽量排挤 就是本来也是很赶的 货单也是把它延后 优先来处理这件事 七个货柜一百四十吨的洗剩衣 每一瓶代表一个生命的延续 大一新闻小智杰另一桃园报导